我現在覺得黃色的那一條是腹磅 所以你覺得熱的時候它會往左邊彎還是右邊彎 左邊彎還是右邊彎 往左邊 你覺得那一根腹磅熱的時候會往左邊彎還是右邊彎 這邊是左邊還是右邊 這邊是左邊 熱的時候要讓它同路還是端路 我們剛剛說的嘛 熱的時候是同路還是端路 端路嘛 所以你覺得它熱的時候會往左邊彎還是右邊彎 你上去畫 你上去畫 讓大家看得懂 因為它現在沒有的時候是冷著 它有碰到 對,冷的時候是有碰到 所以你覺得熱的時候它會往左邊偏還是右邊偏 右邊吧 往右邊偏,左邊好像是 對,博生你畫一下 好 博生現在認為黃色那根是腹磅 所以呢 如果現在 博生你可以把它畫在旁邊畫大一點 再畫另外一個圖 把它畫大一點 對 然後畫那根腹磅就好了 我們說過腹磅的話 它是不是 有兩種不同的金屬黏在一起嗎 還記得嗎 我們二年級講的啊 現在要開始複習啦 不一定是什麼金屬 我不知道 總之是兩種膨脹率不同的金屬 對 就像這個樣子 沒有錯 就像博生畫的那個樣子 好 現在博生我現在問你 熱的時候它會往右邊彎還是往左邊彎 你從你的那個燈泡的構造桶 你可以看得出來嗎 往左邊嘛 往左邊它就會斷掉了對不對 對 往左邊嘛 啊太好了 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 以博生這樣子畫的結果 右邊啊 黃色的膨脹率是比較大的還是白色的 黃色啊 太好了 就是這樣子